哈囉 我是陳寧官 出來拜票了 拜託拜託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寧官 我們看選戰最後倒數54天 今年的選情 對於完全執政的小英政府來講 是一個嚴肅的其中考 而今天一早 又追蹤這一個六都相關的民調 包含首先有台三立電視 追蹤台北市長的支持度 柯文哲最新的支持度是3乘6 丁守中2乘5 姚文治1乘1 所以把丁守中跟姚文治加起來 剛好是柯文哲的支持度的總和 不過柯文哲相對支持度 是以年輕世代居高 所以最終年輕世代跟網路世代的投票率 還有投票意願 很有可能影響到54天之後的選戰 而這場選戰呢 這個小英政府定調決戰中台灣 他說台中這一局最重要 台中這一局今天一早 還有另外一份民調 這個中和時報追蹤的林佳龍 跟盧秀燕的支持度 只差兩個百分點 那換句話說55波的拉鋸戰 對於小英政府來講 這個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那這一場選戰 背後有多少貴人的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一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美角電子報董長吳子佳 聽官好 大家好 再來是台北市議員高家瑜 大家好 再來是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大家好 再來是姚慧珍 大家好 再來是阿仔豬學衡 各位大家好 我們先看 這個台北市今天早上有最新相關的民調 那這個是友台三立所做的民調 在三立追蹤的民調的部分 柯文哲仍然相對領先 那柯文哲的支持度 差不多就是丁守中加姚文治的總和 也因此呢 柯文哲的這一個看好度是遙遙領先 不過呢 柯文哲的這一場選戰當中 有一個重大攻防的議題 在北農的人事跟北農的佈局上面 那吳英寧這一次10月份 準備到歐洲考察 其中重大參訪的區域還包含了 這一個歐洲著名的紅燈區 那引發了外界 這個輿論大法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次的報導 219.8 只差 不差一點點 外科出生的 外科出生還是所有的 只是泡咖啡沖熱水 也能先學先賣超有成就感 台北市長柯文哲推廣咖啡節活動 但對北農歐洲團考察 卻跑到紅燈區Outlet 如何推展農業還是 乳薩薩 他們要去那裡辦農產推銷 還是 你說去紅燈區看農產 我也搞不清楚 人家突然問我 預算也不是我 我去跟他訂的 行程我從來沒看過 人家問我我也不知道 行程預算何可 可是由前董座副市長陳景俊簽字 甚至原本還是陳景俊帶隊參加 市長的回答似乎有些狀況外 只是外界更關心日前市府拍板 吳英寧條款 被解讀是柯文哲 想要跟北農總經理吳英寧切割 要他出來面對議會的檢驗 新的董事長上任以後 他昨天才上任他也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應該是你等他上任兩天三天 然後下個禮拜再去問他會比較 有北農的董事長出來回答比較輕的 如今換了新董事長彭震生 下一步除了市場改建 似乎也想來個帳戶整次 畢竟北農營運被質疑績效變差 尤其今年中秋獎金 北農員工被報只有五千元 對比前總經理韓國瑜時期 八萬元的水準相差甚遠 但柯文哲卻認為韓國瑜的做法有待商榷 以前是還沒結算就開始發獎金 韓國瑜時代他是比較 比較怎麼講 就 常常我覺得是這樣 常常每次出問題 我們就在定制度 韓總那時候比較沒制度 應該這樣 他那時候是沒有制度規範 獎金問題 柯文哲挑明韓國瑜發獎金 沒有制度可言 又從攻擊手化為何事老 吳英寧這顆燙手山芋 處理稍有不慎 都可能成為柯文哲選情的不定時炸彈 記者林俊廷 廖世祥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好阿仔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台北市 現在工房在吳英寧身上 那今天一早有台追蹤了 這個最新的台北市的選戰民調 柯文哲仍然是相對領先 那今天的這一個數字跟上個禮拜 美麗島電子報的數字相當接近 因為丁守中加上姚文志的總和 幾乎就等同柯文哲 對 因為這是友台的民調 那大家都知道友台的這個色彩 比較偏向一個翠綠 就像那個包心菜跟大白菜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機構效應應該要比較偏綠 但問題是這個機構效率做出來 姚文志也勉強達到紅酒的酒精濃度 那所以大家不能說我們在栽姚文志的髒 或是我們在抹黑姚文志 尤其麻煩的是姚文志在20到39歲之間的年齡支持度 簡直徹底崩盤 這個是8.8% 這個民進黨一個以反抗 一個以爭取權力 一個自以為站在年輕人那邊的政黨 你在首都推出來這樣子的一個人 竟然只有8.8% 甚至到40歲以上也只有12% 這個真的是很糟糕的一個狀況 當然更別提他的看好度 連民進黨自己的支持者 也覺得柯文哲比較有機會當選 那我們最後再講一點點姚文志之後就不提了 我實在個人實在很佩服姚文志 姚文志在這個週末 在從他自己宣誓要拆除 如果拆不掉就要被飛機給撵過去的松機 飛到了東京去成立後援會 我真沒有想到是他很想要去迪士尼玩 還是怎麼樣 東京的海外僑胞又是台北市的人 加起來有沒有姚文志週末去跑兩個里 要來的多 如果沒有的話 到底為什麼他要去東京 這件事情真是民進黨的一個大謎團 你選台北市長 結果你的支持度11%12% 甚至還有個位數的 然後你去了泰國 你去了日本到處走透透 我真的不明白 但整體來看在這一個選戰當中 柯文哲跟丁守中大概還是扮演著不同世代的支持者角色 40歲以上丁守中還是小贏柯文哲 但在4歲以下丁守中跟柯文哲的差距接近40% 那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是 40歲以上的人投票率是比較高的 20到39歲他的投票的機會很多人都說是空氣票 因為你在10月24號那一天所面對的選擇是 要不要去新句點夜唱啊 要不要去好樂迪唱歌 然後第二天一路唱到6點 然後就回家睡覺了 不要來投票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看年代向前看頻道的人 跟看YouTube年代向前看頻道的人 變成兩個很大的差距 那這就變成了我們現在在這個時代裡面 不管是看點閱率 不管是看收視率 你都只能看到一半 也就是像我們以前講的這個成語裡面的瞎子摸象 你看年代向前看YouTube頻道 跟他底下的留言 三千四千個留言 那個是童文哲 那個童文哲不喜歡柯文哲被罵 覺得姚恩志很好笑 那可是問題是 當你看到其他的頻道的 AC尼爾森的收視率的時候 又變成另外一個風景的時候 現在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是 這個姚恩志在這個週末 他的確9月28號 他有在這個中山 也就是在孔廟外面啊 辦了一個活動 那當然大家同溫層都說 超級成功了 來了1500個人 甚至搞不到2000人 但臉書上跟網路上又是另外一個風景 他們說這次大家學乖了 還裝了防空拍機的帳篷 所以空拍機拍不到人 你知道人拍到帳篷 但童文哲就講說 這個東西是因為下雨的關係 可是這產生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網路童文哲跟真實世界的童文哲 差距這麼大的時候民進黨到底要怎麼辦 我們為什麼一直講民進黨是雖然姚恩志真是當天除非隕石撞地球 大概才會選上 可是他畢竟是個執政黨 他畢竟是目前台灣擁有最大權力一個黨派的時候 你如果把這件事情當作其中考 我其實舉個例子 如果他從北到南都對民進黨來說是其中考的話 那我們大家都其中考過 請問如果有一個壞同學一直坐在你旁邊 要跟你一起考試要偷看你答案 你考試會考的好嗎 那現在蔡英文賴清德跟陳菊 三個人到底是扮演著好同學坐在你旁邊 讓答案讓你可以看 還是扮演壞同學坐在旁邊看你的答案 導致你考試也很緊張 導致大家覺得你是一秋之河 Birds of the sand feather Flox together 所有長的是同樣羽毛的人都成群結隊 我今天沒辦法秀台語 我知道秀英文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北農的狀況就尤其嚴重 因為他是在選舉之前 吳英寧在甚至當時在議會會審總預算的時候 一路去歐洲荷蘭德國法國 而且甚至裡面只有三分之一弱的行程 是跟農產運銷有關 然後更麻煩的是 第一個農委會林聰賢今天早上受訪 他說這是公司治理問題啊 我也管不了 但問題是媒體一直逼他 媒體逼他說 但你有沒有22.6%的董事是你農委會指派 甚至你可以影響的搞不好接近44% 但林聰賢死也不點頭 他死也說這是民間企業民間治理他沒有用到公費啊 我能怎麼辦 渾然忘記最近出現一個消失的擊中 你知道陳擊中當年是努力幫吳英寧一路推薦 還在蔡英文面前保證 吳英寧績效比較好 結果今年虧損啊 今年賺的錢比以前要少很多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消失的擊中怎麼不講話了 我跟你講這一陣子農政人 全部都閉上那張大嘴巴 連徐世榮最近都在他臉書上推薦電影欣賞 那怎麼不談 怎麼不談吳英寧去歐洲是不是符合農民利益呢 吳英寧去歐洲是不是符合農民的菜價 哎我們講直接一點 都不要再跟我講什麼以前董監事都訂好 什麼誰董事長簽了 吳英寧這麼有個性 怎麼出去玩的時候不會拒絕 怎麼出去助選的時候不會拒絕 哎大家不要講說什麼吳英寧著於延遲 他這個週末去西州幫他的表哥助選的時候 大殺四方啊 說媒體抹黑啊 說大家都誤會他了 真糟糕 堪比在東京所有30個統派媒體 抹黑他的姚文治 那請問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覺得姚文治跟吳英寧是好孩子 會幫民進黨加分 還是壞孩子 你今天是農業縣 你是彰化雲林嘉義 如果你是農業縣的農民 你看到今年菜價這麼不好 吳英寧去的地方 還比以前要貴 還比以前要好 跟農業的關係還比以前要弱 那請問你會覺得超棒的 我要投給民進黨 吳英寧真好棒棒 拿248萬是我理想中的對象 我覺得在這個狀況之下 民黨在選舉已經不到60天的狀況之下 這是格外的瘋牆宇宙非常危險 好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廣告期間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年代 向前看的影片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今天一早台北市有台追蹤最新的選戰的民調 因為倒數54天 那柯文哲民調支持度是3成6 丁守中2成5 那姚文志1成1 差不多把姚文志跟丁守中加起來的數字是柯文哲 不過柯文哲支持度當中 年輕族群40歲以下的世代 確實是居高不下的 不過傳統上過去這個世代的投票率比較低 所以未來的投票狀況 很有可能左右這一場選戰的成敗 那因為倒數54天就要選舉了 所以各種這個政治議題的攻防 都會影響到選票跟投票的意願 對年輕的世代來講 無印寧相關的新聞 總是不斷的在網路上延燒 昨天卡提諾推了一個本週的新聞精選 一推立刻點閱衝到發燒影片的前10名 到目前為止燒了五六十萬次的點閱 現在看起來無印寧的新聞自然會帶來相當龐大的話題 我們看卡提諾怎麼看無印寧 好 議員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卡提諾狂新聞在栓無印寧 就無印寧的這個事件 真的會影響到54天之後的選戰嗎 對 你會記得我們在這個節目說過了 我說這是科比的為期 他也是他最後的機會 最好有印寧一定是在科比的手 這叫做掛揚頭賣膠肉 人家說吃飯 青春三賤入寶 如果這天青春投票在過度 叫他來議會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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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去 搖來搖去 一個話要出售像三賤入寶 鄉庸夫婦拔去欧洲十幾年 說什麼 說要科賊 科賊是要幫助農民 這個掛揚頭賣膠肉 我聽你的荒蘭 等一下 導播這個不用教 荒蘭這個NCC你要說清楚 荒蘭是這樣 荒蘭就是說白菜的意思 荒蘭就是以前我們農業社會 落豆十八就是在叫荒蘭的叫荒蘭 荒蘭荒蘭 荒蘭公固變荒蘭 你自己剩下 不是荒蘭是荒蘭 所以這不可以教 這是語語教學 這在聯亞黨的台灣武甸裡面 寫得很清楚 所以 這荒蘭的 聯亞黨有台灣武甸 台灣語典 台灣語典 我們看 這麼厲害 為荒蘭亞 積荒腰核漬儀 這是多佛的擁護 這就是說 荒蘭 忽六 要六啦 十八台 他要叫十八台 結果都落到鼻子 所以我聽你的荒蘭 荒蘭 荒蘭被荒 我聽你的荒蘭 不是荒蘭 荒蘭應該是在七空年代 從來自立報復的記者 寫荒蘭出來 所以為什麼大家通用 為什麼變荒蘭 不是 經營就是 荒蘭 荒蘭 我聽你的荒蘭 不是荒蘭 荒蘭 所以我聽吳英雲的荒蘭 什麼科產 你會了解 我們台灣 你如果幫助中華的農民 我們是阿立台 所以我們的荒蘭 跟荒蘭 是沒辦法當作發銷 所以你最大的市場 就是在大陸 如果金融到日本是勉強的 那是清潔到那慢慢使用法的 所以包括 東南亞 東南亞這些國家 坦白說 荒蘭 荒蘭 都比我們比較漂亮 是技術上比我們比較差 這樣 所以沒有那個市場 你去歐洲 荒蘭 這是絕對的不對 這就孫七頭 你就跟我說要七頭 荒蘭 今天有賺錢 荒蘭 荒蘭 去滷油 這樣我又聽到聽到 你何必就叫科產之名 所以說 柯比今天 讓這個滷到就對了 這潘姨小孩搞暈頭 真的跟我說 你要科產有的 沒有的 麻吃麻 不熟 熟吃不喝麻 今天人家說 塞壓得越爛越吵 可是 五眼靈 這件事 如果沒受傷 柯比就會中兇嘛 所以你看這個民教 其實這個民調是 協議公佈 協議公佈就是說 人家說來行的看部隊 你外行的對南北 你堆穗 年代向前看 我跟你說 所有的事情 你一清二楚 他沒了連 當然是我們就說 柯比最好 創英文 其實是怎樣 他當然喜歡對拿名 最好獨牌說要拿名 獨牌這些人 不一定說就翻柯比 翻到外翻了 看腰溫地真正 北火騰的熱下去 還要拍一拍的時候 最好 當然要把腰溫地放棄嘛 所以要出外交 出外交就是一定要把腰溫地控制高趴 不能超過10趴就對了 控制高趴就是標示 陰算好了 頂修中怎樣趴 最好趴 趴到40趴 所以一定要把腰溫地 取得一直高趴裡面 但是萬一科匹 若若年人不要投票 還是出一個大問題 年輕人病的時候 還兵不過 你會記得我跟你們說過 牌子就燙了 胖刀也沒得到 牌子 科匹獨牌看牌是牌子就對了 最好無奈 總是讓國民黨調去更慘 所以無論如何翻逃 鄉頭沒錢 兩人只好過一樓 過柯匹這樓 所以翻逃要回來故意 所以現在慢慢的放出這個消息 讓腰溫地濾化 濾化就是說 芒果起立了 芒果起立 腰溫地提前15趴 我說柯匹的危機真的來 柯匹就大危機嘛 所以這個時候 內部的輸客 內部的輸客就是絕對 風之柯匹有起心動念 離空離空 所以割英文必須要責人 特陷嘛 特陷的中間 他要去找人說 柯匹如果動算 就不會選擇擾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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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一回事 現在沒在手啊 柯匹的我們來覺得 蔡英文已經殺自己了 不是殺自己了 他覺得蔡英文是標台說 我是去找人家沒辦法 他們祖母很沒辦法 去讓他們創意的嘛 創意沒辦法 柯匹現在買你這個情分也好 不買你這個情分也好 現在租控款擺是在柯匹的手 但是柯匹在降低他的危機嘛 所以最後沒辦法四十日 四十日 四十日以來就對了 四十日前 他要把吳英林這個操攔擾 這肉沒撞起來 人沒撞起來就對了 這鞭子不好 所以一定要把這鞭子頭放起來 所以這沒辦法嘛 這內部的柯匹換當事長 就是要出手了嘛 說不然你換當事長要做什麼 當警察就是 要是你就是是負責長 你看來是當事長 因為他有民進黨的身份 所以他不需要用民進黨的身份 去拔失民進黨裡面的主流意志 所以這個時候換當事長 人家說 金風未冬閃閃閃閣 暗送無上數不低 這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說秋風 還沒頂到的時候 暗部地閃閃就已經知道了 知道說秋天狗了 哦 暗送無上數不低 就是說 那這個閃閃閃不知道死我 那你就要死了 你還要走到後面 這不可以 那就畢業越行 你知道嗎 你認為這畢業越行嗎 那這十二你回來你算一算 是不是像四十二就沒換 就要走票了 好來 所以我告訴你 四十二是須命的關係 因為你像一禮拜一個月來處理 會更亂 會更發抗 所以科幣一定要最好是十二 四十二前把這顆粒頭扣起來 這樣清理這個胸墳 比較好 比較會堅僻 比較會堅僻 比較會好 所以這樣藥問題 就去控制二十八以來 科幣就買兩個保險 他要買兩個保險 我說因為他有行政主委嘛 再來就是說他這個手腕 連勞 如果從他的手把五音靈收拾起來 這樣我說 怎麼贏 找不到 找不到 沒辦法 勒贏 勒贏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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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了 會有時間要吞 所以這是一個完美的動機 是完美的補強 現在是看這個五音靈比較慘 人家說 妖怪不少找 妖籃不少面對皮 大家把你命成這樣 你還是又處理 有人這樣 這就是我們聽不懂 是怎麼年輕人的方感 去一組七頭 我們要去七頭兩萬幾個就輕到這樣 就要再拚火了 你一組處理十幾萬 所以這年輕人的聽不懂 所以做成年輕人 你如果五音靈 又繼續這樣發展下去 可比最怕的 就年輕人走出去到沒出來 所以這些人 讓年輕人的兄弟的 北施感越來越重 這些人都是可比 溫性的目標 一定要抵制你效果 不然恐怕有危機的發生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再過54天要選舉投票 這場選戰當中 台北市今天早上有台三立民調最新數字 台北市市長候選人這一個現任市長 柯文哲支持度三成六 那丁守中兩成五 姚文志一成一 不過整個台北市選戰的攻防呢 這一個最大的焦點議題在北農上面 北農歐洲奢華考察以及九月初四十多萬的帛琉之行 光是在初訪上就砸了將近三百九十萬 但這似乎只是冰山一角 北農到今年到現在為止 他總共有幾次出國考察的相關的標案 一次就是今年一月的時候 他也是上網招標了一個要到日本南九州 然後五天的考察行程 從北農公開招標資訊來看 在一月的時候有一個花費三百萬元 一百人前往日本南九州考察五天的行程 另外在五月時北農又花費一百六十八萬 打算前往北海道考察 連同帛琉歐洲之行加起來就已經超過了八百五十萬元 所以他可能是一百萬以下 他就沒有公開上網去做一個採購公告 那類似像一百萬以下到底還有多少 我覺得議會可以去調這個資料 言下之意一百萬元以下的考察 有幾個可能只有北農自己最清楚 面對質疑吳依寧說 過去幾任總經理都有多次出國考察 又說自己遭到抹黑 農運出身的理想性沒想到爭議連環報 說好要改革陋席的吳依寧自己卻深陷世俗紛爭當中 記者林俊廷 林一峰 廖世祥 台北彰化綜合報導 好 指揮董事長剛看到的是 文寧這個到歐洲考察的這個相關的議題 還在網路上跟這個輿論上延燒的同時 他跑到彰化幫表哥助選 這個是這個週末的新聞 同時間友台就追蹤更新了三例的民調數字 那這個台北市的選戰的部分 民進黨顯然仍然相對弱勢 台北市選戰大致上這個結構已經成形了 未來如果說科幣沒有大的變化的話 應該有可能就是得票率就在將近五成邊緣 或是超過五成了 因為現在這次是撒卡都嘛 大概有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三例不是用他自己做 他應該是委託給虛世民調做 一般他的習慣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機構效應 我再看 所以那個框架還是跟我們一樣 大概就是聯合報三例美麗島都是一樣 他就是321科占3 然後丁守中占2 然後這個姚文治占1 所以總加起來是6 那就是321之間的變化 那未來主要要觀察點就是說 如果這丁守中2的部分跟姚文治1的部分 最後一兩個禮拜姚文治應該會被棄保 因為那個1沒有意義啦 姚文治現在這個10%或是8% 不管多少的票數 除了那個是仇恨科幣的科黑 會堅定到最後以外 姚文治應該還會再降一點 那那些就是在棄保效應 會在最後一個禮拜會出現 然後丁守中來講的話 不是比較大的危機啦 那丁守中現在來講的話 他跟他的議員開始有脫鉤的線 因為他的民調一直拉不起來 拉不起來就是說他的議員跟他的里長 他守不住藍軍的基本盤 我們還是講的 因為這個民調看不出來 看起來就是說 柯文哲現在是拿到 我們的民調看起來是拿到23%的藍軍 如果這23持續增加的話 金守中就降下來 也就是說因為彼此都很緊張啦 這個沒有向外擴張票源的空間 就彼此在挖對方的票 那有這個去挖這個藍軍票的能力呢 是挖了多少好壞 這是很柯P的本事 也決定了他是不是能夠過半的這個基本的條件 但我看這個機會是很大 目前我所知道的這個台北市的國民黨所謂比較本土派的一些議員 跟他靠的很近 大致上都跟他合作 大致上都跟他合作 那這個合作 所以像陳崇文這種都會被點名 我就講陳永德 陳崇文 陳炳甫 這些陳家班啦 我聽到的所謂陳家班 就本土藍倒戈柯文哲嘛 對他也不是倒戈 選擇跟柯文哲合作 他的票本身就傾向於投柯文哲 他也是跟著選票走 因為主要是柯P直接去經營本土藍軍的支持者 這部分有成效 因此議員不得不跟著走 那這個就是變成產生一個所謂催化效應嘛 這個交互作用出來了 推車幣就會擴大 那這個擴大來講 趨勢在發展中啊 那我看是不會有變化 那至於說你反過來看 民進黨你還是要談一下 因為畢竟中央他是個執政黨 那果不出我在五月份之所料 姚文志現在開始打的就是抹紅了 就開始有喊出來的一個最重要的牌 就是說票蓋給柯文哲就等於蓋給習近平 這個口號已經出來了啊 如果那這個大啦啦的就直接講 這個柯文哲是共匪了 如果柯文哲是共匪這個抹紅的這個計畫 已經開始行動 未來如果繼續抹紅大概兩個月時間的話 我想這個渲染力如果夠大的話 這也會形成一個現象出來啦 那這個現象會造成什麼效應呢 其實我們在五月份就預估到 就會把民進黨變成一個極端性的政黨 就民進黨整個黨在台北市的形象 就會往所謂的極獨森律這個方向去集中嘛 因為他現在要守的盤 就是要守到所謂的20%的基本盤嘛 守不住啊守不住他現在只剩下11啦 他怎麼辦要擴大基本盤 所以在選舉策略上來講姚文志也 必須要抹紅不可啦 我想那這時候就害到我們的議員 而且如果抹紅的效果越大的話 變成全國性效應的話 那就會害到一些所謂的台中 或是高雄這種五五波的敏感區 因為你會下跑中間選擇 你現在把高雄定義成五五波啦 比較敏感區啦 不敢講敏感區啦 你從左水溪退守到高平溪 你本來把台中定義成五五波 中張頭是五五波區嘛 我待會來介紹 但是我覺得高雄是敏感區啦 不敢講五五波啦 但是現在這個整個就會說 因為姚文志如果不斷的 繼續很誇張的宣揚 宣揚他民進黨是一個 極端深慾政黨的話 然後柯文哲是共匪 這個會變主要新聞 這主要新聞朝兩個月的結果的話 民進黨就會變成一個深綠齊獨政黨嘛 那這個時候來講就會嚇跑了 五五波的中間選民 我想這個效應就會外溢效應出來 這是第一個外溢效應 那我們來談一下姚文志這方面 姚文志這個人我要檢討一下 我把他這兩天的談話 直接看了一下 姚文志從頭到尾他這一輩子 從來沒有寫過一篇 對台灣的定位主權定位 或是國際政治或兩岸關係的文章 或是有做過有意義的發言 這些他都沒有 像本人來講小弟來講的話 你去看網上看我的文章的話 大概寫這一類的兩岸文章 或國際政治文章的話 最少五萬字以上 五萬字我個人五萬字以上 我不敢估計 甚至於可能更高 姚文志一千個字的文章都沒有寫過 他直接罵人家共匪 所以這個是個草包中的草包 你知道嗎 這是太離譜了嘛 所以為什麼台灣出現這種 民進黨出現這種老殘的政治人物 你要去罵柯文哲共匪以前 你要先搞清楚要準備好嘛 他的老闆謝長廷當時搞憲法一中 姚文志也跟著到香港 去跟共匪開會啊 那個是大大大的 比我很誇張的會議他們也開過啊 現在反過頭來為了選舉不擇手段 而且最重要的是沒有準備你知道嗎 你可以罵他共匪我同意 請你們準備好他到底 你自己怎麼主張嘛 他自己完全沒有主張 完全空於無異物就是一個豆腐渣 就在那邊罵人 就是很糟糕一個現象 讓大家看到非常的不像話 所以姚文志這個現象會影響 如果搞大 現在目前還好 茶壺裡的風暴 那如果這個抹紅一直效益擴大 就會變成一個全國性的效應 那就會害死民進黨 這第一個效應 第二個效應就是剛才的吳英寧效應 吳英寧效應本來是一個 Local台北市的效應 現在也變成全國性效應本來是小事怎麼會變大事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蔡英文跟這個 陳菊兩個人力挺嘛 挺的結果把吳英寧變成台灣最大尾嘛 這兩個靠山一挺把他挺到最大尾 那我最近聽說 高層民進黨高層有意要把他換掉 所以吳英寧是不是因為想怕換掉的情況之下 所以趕快去畢業旅行啊 大家都開始不是他旅行 這真的是畢業旅行啊 不是畢業旅行他是想去做董監事的公關 等一下什麼是畢業旅行 什麼是董監事的公關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台北市的選戰 今天一早有台追蹤最新的民調 柯文哲支持度3%6 丁守中2%5 姚文是1%1 那整個選戰的攻防在台北市 另外一個效應是吳英寧 只要董長你剛剛講 吳英寧去歐洲玩到底是董監公關 還是畢業旅行 還是搞不好兩者都有 他當時爭取留任嘛 那據我瞭解民進黨包括現在立院黨團 每一個人聽到吳英寧 原來支持他人都開始搖頭了 大概可能我們市議會會不會有一些 像撿蘇培這種鐵粉會繼續支持他 我不曉得了 大概大概開始都開始要跟他保持句題 你說中央的高層準備把他換掉 這個消息是非常確定的 因為這個要開始止血 因為吳英寧的問題 結果他反而越演越烈 他就搞這種歐洲旅遊 歐洲旅遊你知道就是剛剛 謝龍介議員講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在2014年民進黨的大勝 2016年大勝裡面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相對剝奪感 就是年輕人的支持跟相對剝奪感 那這一次民進黨有可能大敗的理由 也是相對剝奪感 相對還加上一個高雄的北漂嘛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民進黨面臨到年輕人的反彈 而且把他集結成軍的話 那吳英寧就變成一個吹化劑啦 吹票 吳英寧現在不砍的話 會直接他現在要擋他 有很多人勸他不要有去你知道嗎 他堅持要成行 吳英寧到今天可以選擇不去的你知道嗎 他非去幹不可 他非幹不可 他非幹不可 當然他是要講法說他為了爭取 同行的總監事的支持 讓你換不了我 讓中央也換不了他 那當然農委會可能也 那個民充錢你看到嗎 一個大笨蛋 那網友就會說韓國瑜帶人出國 就是仇勇就是亂搞 吳英寧帶人出國就是改革 好那現在問題 那網友就直接把這一筆帳算民進黨了 而且認為民進黨雙重招募 你現在變兩個效應出來 這邊兩個效應 第一個效應就是說 吳英寧創造的全國年輕人的相對剝奪感 因為我們長期的生活不好過 貧富差距的擴大政府沒有解決 所以太陽花事件發生一直到現在為止 民進黨得利以後 變成民進黨現在反受其害 反受反撲了 因為他沒有解決問題嘛 吳英寧這個是相對剝奪感 年輕人就直接泛濫了嘛 那這個泛濫的情況之下 第二個問題跑出來了 就被對照組跑出來了 因為還有一個人叫做韓國瑜 吳英寧就變成了韓國瑜在高雄的助燃劑 你知道嗎 他給他能量了你知道嗎 吳英寧的壞吳英寧 創造一個好的韓國瑜出來啦 這搞什麼東西啊 所以韓國瑜會在高雄 拿到的年輕的支持度 不只是這個他的口碑 他對高雄的一些主張跟召喚 而實際上說吳英寧這次扮演更大的功能 所以北漂的話題如果發酵的話 如果真的發生在2014年 大家擠高鐵要回去高雄投票的話 那高雄當然會產生很大的危機啊 陳其邁就要倒霉啦 倒大霉啊不是倒霉啊 所以這個吳英寧如果不砍掉的話 會傷到全國性的選情 一點都不誇張 因為這個就是相對剝頭感 這就是2014大勝的原因 現在完全反受了大量的年輕人的反撲 民進黨不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今年我看會持續的淪陷到非常嚴重的一個程度 好 嘉宇怎麼觀察 最近網路還有一個影片很有名就是那個 飄向北方改成的窮到發黃的這個影片 在YouTube點閱率高達將近可能快兩百多萬了 那在這個影片裡面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年輕人感觸非常的深 到處的瘋傳 因為他們覺得說 講到他們的心聲 也是這一次壓垮高雄選舉的可能是一根最後的稻草了 也不能說壓垮 高雄的選舉要壓垮 選舉逼近 選舉逼近 能夠逼近成這個程度 就已經說實話是壓垮了啦 那我覺得高雄可以逼到這裡 是韓國瑜贏 就是 韓國瑜現在選輸也是贏 對 就是大家已經認為說高雄怎麼可能 可以讓韓國瑜逼近到這個程度 因為韓國瑜逼近才去沒多久 相較於長期的經營 而且是個土包子 你說韓國瑜是土包子 沒有人力的土包子 對 所以說 當然剛剛吳董事長所講的 吳英寧的這個例子 其實你也發現說 最近有很多的文章會發現說 他們提到說 民廠現在有很多過去是農政成員的 包括陳吉仲 包括吳英寧這些人 大家期待他們進來是改革 幫助農民 可是現在農民的生活跟處境 再加上之前的一些狀況 說農民在吃土或是等等 其實那種 剛剛講的相對剝奪館 不敢是年輕人 還包括農民 包括其實各行各業 你今天到 當然這不一定是民進黨責任 就是長期來我們企業轉型 或是等等的責任 可是年輕人感受 在這個時候會特別的深 當這個經濟到達一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那個感覺是覺得說 民進黨執政也沒有更好的時候 其實那個整個的憤怒 到達一個極點的時候 當然民進黨就必須要承擔 而這一波就是整個這個海嘯 這個即將要潰堤的一個時候 因為像我昨天去十大夜市 很多的店都是空租的 跟早期我那個時候 十大夜市是非常多的人 擠爆 相較之下 你會發現說怎麼 乘幾何時 十大夜市走兩步 就一個空租的店面 包括說我昨天在看到 和平東路跟十大路口 那個是非常精華的店面 結果也是空租 本來是一間茶飲店很大間的 結果也是空租 就是整個十大夜市的周遭 幾乎到處都是空租的店面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連一個 這麼學生聚集 而且是過去這麼繁榮的地方 都變得快要如此沒落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 都會覺得非常的可怕 那相較於一般的市民 如果你走出去 跟民眾接觸的時候 去問問每個人 大家都會說 現在的經濟跟以前比起來 真的是差很多等等等 每個人都是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那個渲染力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覺得當你走出去 接觸到這些民眾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說 其實民眾今天看的 不是你藍綠的問題而是什麼 就是最實質的口袋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這些問題 是他們期待政府去幫你處理的 那所以今天吳一寧在那裡 大家的感覺就是一個相對剝奪感 剛剛所講的一個年輕人 大家就覺得說 那你在那個位置上領得這麼高薪 可是相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 苦哈哈 其實那個感覺是非常的深 那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又有很多 我之前所講的說 不是我們的隊友的人 這些人呢 不斷的出來 不管是你用什麼花明冊 器官移植 或是說投給柯文哲 等於投給習近平 這樣子的一個仇恨式動員 或者是用抹黑抹紅 這個抹黃的方式 來攻擊柯文哲 那這個方式其實 沒有辦法去說服這些民眾 可是反而受傷的是民進黨 可是問題是這些人呢 這些所謂 我不管他們是名嘴 還是他們是什麼身分的這些人 他們出來攻擊柯文哲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幫民進黨嗎 其實他們有一些人是為了個人 他們就是討厭柯文哲 他們就是不要讓柯文哲上 所以即使他們這樣子的攻擊柯文哲 不會幫助到民進黨 不會讓搖文之上 他們也在所不惜 甚至呢 在上個禮拜還有一個名嘴 跟我在同一個節目上說 說我接觸到的民眾 是不是都是外星人 說什麼 他覺得說我講的話是 就是都是跟 因為我接觸到民眾 普遍是不認同這樣子的做法 那他認為說我接觸到的民眾 都是外星人 跟他接觸到的民眾都不同 所以就懷疑說 現在我們跟某些人 是活在一個平行時空 在那些人的時空裡面呢 這樣的攻擊柯文哲 這樣子的這個不斷的仇恨動員 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些人都覺得很棒 好棒棒 覺得你講的都是對的 那甚至這些人呢 當然也會擴散到我的FB來留言 來說 哎呀柯文哲就是器官移植 就是中共同路人 然後我們這些 台灣的背骨的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這些人的腦袋裡面 現在完全都是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你沒有辦法把它移除掉了 他們已經就是根深蒂固 覺得就是這樣 可是如果你走出去 你去市場 你去接觸這些基層的民眾 他們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一個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剛剛梓佳董事長講說 民進黨會變成極端的這些 那些極端的少數人 現在就是變成說 好像代表著民進黨 然後變成民進黨的聲音 民進黨的形象 然後要把整個民進黨 定位成這樣 這個是對民進黨 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可是我們卻無能為力 因為你說民進黨的高層 他有辦法去阻止這個行為嗎 也沒有辦法 而這些人說他們的行為 不代表民進黨 也不是在幫姚文志 說叫我們不要自以為是 可是問題是大家都不這麼認為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就是 無論如何啦 所有的情勢對民進黨都是不利的 好 慧珍怎麼看 剛剛吳一寧他在那個 西州鄉的一個選舉台上 他就說吳一寧 就是不會被打敗對不對 不會被擊倒 沒有錯你不會被擊倒 但民進黨會被你擊倒 你知道他這一次出國旅遊 是12萬對不對 12萬相當於什麼樣的概念 主機總處在9月30號的時候 公佈了2017年台灣的一個 所得分配的一個概況 平均來講所有的台灣的工作的人 2017年的平均年所得 是65.48萬元 65.48萬元這個數字 已經是歷年新高 已經是創新高 但是未滿30歲的族群 他的年所得只有46.77萬元 一個月平均算下來的話 大概就是3.8萬 這也是歷年新高 到30到34歲的來講 他的所得是60.4萬 35到39歲的是69.02萬 這是這些數字 雖然看起來是近10年新高 但是都沒有超越1999年的一個水準 這代表什麼 如果說我們30歲以下的年輕人 平均薪水一個月只有3.8萬 全部加起來 那他的就是一年的所有的所得 只有46萬 他有可能花12萬去旅遊嗎 不可能 我跟你講他就算每天都 只有花200塊在伙食費 然後一些相關的費用 他一年存下來的錢 都不到12萬 我就舉個例子 我剛到蘋果日報的時候 因為我就決定說 我要去一個歐洲旅遊 請兩個禮拜的家 結果我跟我同事說 我要請兩個禮拜的家 他馬上看著我說 蘋果日報從創報到現在 財經中心沒有人請超過一個禮拜的家 那我就當那第一個 我就當那第一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有時候你就是所謂的剝奪感 就從這裡來的 而且吳一寧是誰 吳一寧在這一次還沒有當上 北農總經理之前 他是跟大家一樣 一個月薪水是四五萬塊的 一個轉身已經到了250萬 跟正一萬八千塊 在西州鄉公所的時候拿一萬八千塊 沒有四五萬喔 能力不到 在真實社會裡面是拿不到四五萬 所以鄉民跟酸民都不服氣啊 當然不服氣 而且他真的就是活生 我們為什麼要推翻到所謂的國民黨 不就是因為我們討厭所謂的特權 我們討厭所謂的裙帶關係的這個整個政治嗎 我們是沒有背景的人 我們只能靠我們自己的雙手雙腳 打出一個天下 結果我們推翻掉國民黨來一個民進黨 他讓一個月領一萬多塊的人 一個轉身變成連席領250萬 而且又即將要花12萬去歐洲旅遊去考察 這種種的情況會讓年輕人的剝奪感更重 因為剝奪感會反映在今年年底的大選上 好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們看再過54天要選舉投票 這場選戰是完全執政小英政府的期中卡 那既要拼選戰 同一時間也要拼經濟 不過呢 這一個拼經濟的成果 對於年輕世代跟中產世代來講 普遍是不容易滿意的 也因此在這場選戰當中 年輕世代跟中產世代 對於執政黨的不滿 很有可能投注在選票上 那今天一早 有台三例追蹤的台北市最新的民調 姚文智仍然是低迷的支持度 只有一成一 那柯文哲的支持度三成六 丁守中兩成五 台北市的選戰 現在從民調的發展結果來看 柯文哲仍然是相對領先的 那對於綠營來講 台北市的選情乃至於雙北的苦戰 現在好像有擴大的局面 包含了台中跟高雄的選情 都有逼近的壓力 那這場選戰背後有多少 柯文哲的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好好聊一聊 好今天現場 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台北市議員梁文傑 大家好 再來是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聰 大家好 再來是康仁遜 大家好 再來是阿宅朱學衡 各位大家好 好我們講喔 今天要討論的是拼經濟 不過拼經濟之前 歡迎年代向前看的 忠實觀眾跟粉絲們 在YouTube訂閱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這個頻道名稱就叫年代向前看 那現在過渡時期 我們在年代新聞跟年代向前看 兩個頻道都會上傳我們的 最新節目完整的影片 不過未來很有可能只會傳 年代向前看的 單一獨立官方頻道的影片 那距離選戰倒數54天 實際上政治的攻防 經濟的議題是重大的核心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收入其實在去年的平均裡面 也有增加 那已經高達 四萬九千 九百八十九塊錢 那這個是歷史的新高 他拚經工資五萬了 開什麼玩笑 這個裡面誰 有幾個人是五萬 對新住院長賴清德的言論 持之以鼻 台北市長柯文哲 和民國黨新竹縣長參選人 徐欣瑩開直播 針對賴院長在網路上 被罵翻的爭議發言 柯文哲再補一槍 所以不會沒有到五萬 你們的統計 怎麼可能 所以這不是那個什麼 票選XXX王 會被人家罵翻就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他講XX話對不對 有沒有想問題 你怎麼這麼惡毒 柯文哲頻頻補刀 讓行政院副發言人丁允公 急發聲明駁斥 說柯市長有所誤解 根據主計總出報告 106年每人每月平均薪資 確實是四萬九千九百八十九元 但這個數字是包含年終 績效等獎金 並非一半月薪 柯文哲很多意見 很多講的話我都有意見 但這一句要講的是對的 柯文哲大概如果看到那個 真實的數目字以後 他就不會講這種話 謝謝 不會到平均無關嗎 你有沒有啊 我沒有啊 柯文哲笑笑不多做回應 畢竟和多年老友賴清德 同是白袍轉戰政壇 相見何太極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是從剛剛看到的是 柯文哲嗆的這個 前一波行政院講 這個月薪均薪有沒有五萬 那年輕的世代 為什麼談到薪水就很心酸 這幾天吳英寧相關出訪 歐洲的新聞不斷的發酵 那因為傳統上歐洲團至少起跳價 十多萬 這個是第一個江湖行情 那這個還是團費而已 團費以外 其實一般的歐洲的開銷 再加上小費 再加上物價比較高 所以如果團費十多萬 再省的開銷 可能都要花將近二十萬 然後再來 吳英寧的這個吃喝玩樂團 十二天 那十二天其實對於上班族 或者年輕世代來講 也是一個奢侈的長假 所以吳英寧的事件 又在網路上煙燒 沒錯 事實上現在對這個藍綠雙方來說 尤其是對於藍影跟這個 柯文哲來講 很大一個重要議題 是要讓年輕人出來投票 因為很顯然 年輕人只要願意出來投票的話 對柯文哲或是對藍影的 這個選情來說 或許會相對有利 尤其對這個高雄的韓國瑜 那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柯P 為什麼會針對年輕人 這個薪水的議題 開始跟我們的行政院長 算是有點隔空喊話 當然了 這個就是目的在爭取年輕人的選票 你看他講這個果然是這個 難怪會被罵著之類的 好像我是跟你站在同一條船上 那當然現在 當然這個週末議題最發燒 當然就是吳英寧的這個考察團 那事實上這個 因為之前呢 這個綠穎曾經就批評過韓國瑜 他之前有帶團出去 那韓國瑜出去的時候 是去這個石原島 那時候這個綠 這個民進黨的司議員 就曾經批評過他 但是現在相對於吳英寧這次出訪 這個吳英寧就說 這是因為過去的這個慣例所謂 但是大家看到這個行程的時候 大家看的真的會嚇一跳 為什麼會嚇一跳 因為他這一次呢 去了荷蘭德國跟法國三個國家 他是從阿姆斯特丹進去 然後從巴黎出來 那12天的行程花12萬7千塊 這個行程到底是貴還是便宜 我可以大家講一個大概的數字 如果你是一般的平價團的話 這個12天目前這樣的數字 大概是8萬塊左右 是可以成形的 但是他這個12萬7千塊來說 算是中高價位的這個團費 那這樣可能飯店住比較好 還是機票這個飛機做商務艙嗎 商務艙他們一定是用經濟艙 商務艙的話 你可能就是如果你個人願意貼錢 你自己再貼錢 那這個是這個因為報價爆出來 應該都是經濟艙的這個報價 那這個他們主要住的飯店 我覺得我看了一下 他們住的飯店 其實都是蠻好的飯店 像路特丹的飯店也不錯 阿姆斯特丹的飯店也不錯 因為這裡面我有曾經去住過 是他們在巴黎的飯店 他們巴黎飯店叫做德拉方斯的這個飯店 拉德方斯的飯店 那那個飯店是在什麼地方 那個飯店是在巴黎的這個新凱玄門 有他們新的這個市區裡面 一個晚上的飯店的價格是8千多塊 因為我去年 8千多塊是什麼 美金還是台幣 台幣8千多塊 因為我去年我也剛好要去 我去年也去巴黎玩 那我本來也要住那間飯店 後來我想說 因為我可能要花很多那種名牌包包 所以我就沒有住那個 我大概巴黎的花費 大概都住在這個六七千塊左右 事實上以巴黎的話 大概六七千塊就可以住的不錯 所以他們住的飯店 的確是相對不錯的飯店 那當然啦 如果你們住這麼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們有去考察 那我們可以接受 因為你就說你要去考察 因為北農前幾天還發出一個新聞稿 就是他們真的是要去考察 而且跟業務相關 考察第一市場的改建的這個相關工廠 好那我們就看你考察什麼東西 第一天他們到阿姆斯特丹之後 他的確他有在 他有去看這個阿姆斯特丹的一個 花卉的拍賣中心 因為我們知道阿姆斯特丹 全世界最好的花卉拍賣中心 他們有去那邊看 可是我講北農的業務好像跟花卉 沒有什麼太大相關啊 對啊然後他去看的時間點 也他有早上去看 所以他的確在這個站 這一站裡面他有看到 但比較可惜的是 他緊接下去路特丹 那路特丹的話 其實路特丹有很多可以看 路特丹是全歐洲最大的港口 然後他裡面有非常多 包括說從 因為歐洲的這個這個河流出來的時候 包括他的大豆 或是說很多蔬菜 或是很多的這個小麥這些東西 輸到海外去 是用路特丹那邊去報價 所以路特丹那邊有非常多的拍賣市場 而且他那邊有很多物流管理 冷鏈的相關的技術 這個跟我們市場有點相關 可是他去路特丹他沒有去看這個 他反而要去路特丹看那個紅燈區的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 他好像這個行程有點怪怪 然後看完路特丹之後就到科隆 去這個德國進入德國 然後去看大教堂 然後大教堂之後去這個 做那個萊茵河的遊船 然後到海德堡之後到巴黎 這幾天的行程裡面都沒有太多的 這個考察行程 有啊他們有說會去看當地的市場 但當地的市場你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我很懷疑 然後好緊接著他們進入巴黎 巴黎事實上來到他們這一次 他們這一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叫做漢吉斯的拍賣中心 這個的確 這個是在他的位置是在巴黎的南邊 這個是全法國最大的 或是全歐洲最大的一個食物的拍賣中心 他的性質跟我們的北農是很像的 那他的確安排這個市場 可是這個市場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這個市場他是從晚上凌晨1點開始拍賣 拍賣到大概中午之前就結束了 那中午就結束了之後 你最好看的時間點應該是凌晨你就要去 就最好你凌晨1點到5 6點這個時候 你如果是5 6點之後再去的話 大概沒什麼東西了 結果我們這一次的這個行程 因為我仔細的去看他們的行程 他們在這一天的行程的話 他們早餐是在飯店用早餐 在飯店用早餐的意思是 他不會他不會再不可能因為飯店 他不可能清晨去那個拍賣市場 對大概都是6點6點開始吃早餐 所以吃完早餐再出發 大概是8 9點 8 9點因為他們租的飯店 是在巴黎的這個算是巴黎的西邊 那他們去的市場是巴黎的南邊 車程大概一個多小時 所以如果假設8點吃完然後集合 然後到那邊9點10點 然後這個時候能夠看什麼東西 我就對這個行程 我有產生了一個懷疑 我對這個行程裡面我比較好奇的是 最後兩天的行程 因為最後兩天的行程 他們就真的都在觀光 一天是在羅浮宮 早上在羅浮宮觀光 下午去什麼地方 這個寧觀或是在座的這個電視界朋友 都很喜歡取得去拉法業百貨公司 高檔百貨老伙爺百貨公司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買法國最新的LV 或是這個包包 Hermes的包包 在那邊都可以選的到 可是我看他們行程 他們排了一個下午在那邊逛 我就覺得說哇 他們能夠逛了很久很久 然後再來就最後一天的時候 他們下午又安排了去法國郊區 一個非常知名的河谷Outlet去觀光 那是Outlet 對那是Outlet Outlet也一定是要雪拼的 對對對 那我看他們的行程的話 他們也大概是下午 就到那個地方去購物 所以也就是說 他們這個行程裡面 有兩個下午都在購物 那我就覺得 如果你們能夠把這兩個時間點擺去考察 那我覺得那我還相信你在考察 可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仔細的去看一下 巴黎的附近的話 一共有六個拍賣市場 他是比較小型的 他的規模 可能跟我們北農比較接近 那你應該也去看這六個拍賣市場 那你也沒去看 那我去看 因為他這一次的這個行程 是委託旅行社幫你辦的 但是我一般這種考察行程的話 如果你真的要深入考察的時候 你可能都是要請一些顧問公司幫你安排 因為很多地方你是要顧問公司 才能夠幫你安排進去裡面看的 他顯然這一次也沒有這樣 那整個行程裡面來說的話 因為這一次還有眷屬 因為有眷屬十一個人去 十一個人去的話 你不可能排的行程 太過於考察這個行程 所以總結下來的話 我認為說他們這一次是觀光 大概佔了九成 考察大概是有一成 而且考察沒有到對的時間點去考察 那當然因為這個行程 那我問你喔 為什麼問你做這件事情 在網路上會引起軒爛大波 你這個十二萬七千塊 這樣一個價格出來的時候 很多這個年輕人很羨慕啊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年輕人他們現在十二萬七千塊 這樣的團費的話 他們可能要三年到四年的存錢 才能夠去一趟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事實上這幾年的話 我們台灣國人去日本旅遊的次數非常高 去年真是突破了五百萬 那你想說突破五百萬 那是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都很有錢 不是恰好相反 為什麼 日本連假航空很便宜 對 事實上現在去日本玩 是全台灣去旅遊最便宜的 他甚至比在國內旅遊都還要更便宜 他有可能比肯丁便宜 因為你譬如說你坐個飛機 現在如果你連假航空搶到去東京 我還有朋友搶到一塊錢的 幾千一兩千塊就可以到了 所以現在年輕人都因為沒有錢的關係 所以他們都到日本去玩 你要知道你去問旅行社 這幾年的由歐的由美的由加 加拿大比較遠程的旅遊 大部分都是衰退 因為為什麼 大負擔不起 這些年輕人你去 如果你去參加這種 十幾萬的旅行團 你去看看裡面會有多少個年輕人 多少會是35歲以下 幾乎看不到 所以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這些年輕人會覺得說 哎呦 你好像花了這麼多錢 然後看你的行程裡面 又沒有太多這個跟考察有相關的 所以他們當然會憤怒啊 會覺得說你好像就是假這一次的這個旅行 好像假這一次的考察去行旅行支持 所以我覺得對很多年輕人來講 他會覺得不能夠接受 那這會影響到投票意願 我覺得會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必須跟這樣講 這影響到什麼票 誰的票誰得利誰受害 我覺得對於一些年輕人 尤其是他覺得我是相對剝奪感很重年輕人 他會覺得不 很不開心這件事情 但是他會不會出來投票 當然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個氣氛對民進黨是相對比較不利的 那對於這個所謂柯文哲陣營 或是韓國瑜陣營來說 是相對比較有利的 為什麼韓國瑜有利 因為第一個 因為韓國瑜也當過北農總經理 對 北農總經理 然後他們兩個對比 因為之前又有一個1到8月的印象 所以吳英寧在幫韓國瑜吹票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這樣 那陳其邁現在在高雄看電視 應該抵抗毛一些 血壓飆高了 對 因為我們講數字來說 今年1到8月 吳英寧的這個營業數字 相較於這個去年是衰退的 衰退一千多萬 所以你以今年的營運績效來說 是不如去年的 那不如去年的狀況之下 你的考察行程又比韓國瑜的更加高檔 你那韓國瑜花4萬8 你花了12萬7千塊 你憑什麼去跟人家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這些數據 攤在所有民眾眼前 尤其是看在很多年輕人的眼中 他當然會覺得非常的不明 好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什麼現場 歡迎回到您再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再過54天要選舉投票了 那選戰各式各樣的議題攻防 還在發燒 今天早上有台三立追蹤更新最新的 台北市的民調 柯文哲仍然相對領先 那這個民調的支持度 是丁守中加姚文治的總和 但是柯文哲很大的支持度 來自於年輕的世代 所以最後年輕世代的投票意願 事實上會影響跟改變這場選戰 今天早上另外還有一份民調 是台中的民調 這個是中國時報追蹤做的 在這份民調當中 PK盤盧秀燕還贏了林佳龍兩個百分點 不過中國時報做的民調 也可能存在機構效應 南俄這個請教榮介議員 各式各樣投票前的議題的攻防 最後對於選票跟吹票 都會各自有觀察跟效果 你怎麼看 因為聯合一個議題 現在都是全國化 現在沒有什麼屬於 因為在台北也是 屏東 行春 陷列島 蘭蘇德 都可以看到 一支手機大家看到 所以你去歐洲 加你連勒 勒勾一直說 要去刷十幾日 我再跟你們說 我就為了這個客察 我最少賣幾日 我跟你說 他這真正在荒蘭 聽好嗎 真正在荒蘭 掛揚頭賣膏 不要說客察 你假客察之名 你這是在白人的 島上的也像你的大家 你才是在客察 一個十二萬 三十幾日 又掛家鄉 不然你出了 沒有我出六萬 我開六萬 你出一半就好了 你感到我們來客察看看 我也幫你砰到 看看 人家說歐洲越來越糟 這五營靈這個議題 已經變成歐洲 對民進黨來說也好 對柯比來說也好 就是全國的年輕人都在看 因為你越差就對了 大家都看 我們台灣有幾個說泰哥存亂 就是你差不多一間 以前泰哥就是那個 生的那個泰哥有 人家沒方便 那叫泰哥便 那泰哥存亂都不顧 都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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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生的要死幾十人 台北不是一間什麼熱生 什麼的 那就是那個 泰哥存亂就這樣 他暗 他暗 民進黨就好 沒辦法 就定他沒辦法 他股材他在冰青黃 所以對台北一直發呆 發呆到南部 最對五營靈的 對立民主上就不行了 人家說不行了 要去為農民打招 你們都鼓勵一點說 為什麼不行了 今天去到高雄 他可以打到這樣 那這單純是因為他 亂軍打死老財富 那是我們在這裡跟他說 他打亂軍 大家都覺得他沒什麼 黑白武 他把他摸這個摸那個 可是他所說出來 都是年輕人的心聲 離開台南高雄 起來台北專家 你知道 你們這裡的黎明書多少 我們南部人 你們這裡的小弟小妹 多少我們南部起來 他也希望說 在台北變了一個機會 但是當他回到高雄的時候 只有這個中秋 你知道多少 我們封拜託要聽證票 什麼證票 隔天也好 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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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你給他聽看看 他老父就說 不用啦不用啦 這種議題如果出來了 韓國瑜去對照五音靈 下去到南部 不行啊 他過去你想說 比五音靈 今天你如果說你出頭你的 但是我真的為農民打拚 為農民在奮鬥 農民大散的時候 我不會讓你們難過 我不會讓你們因為 風修菜放在那裡 為什麼 因為我市場有什麼消灶 要怎麼消灶 很簡單 你不要說那種 意識形態什麼 你要堅持 堅持到沒了 你回到客舟 在選團 在擋著做港 說的都是 現在年輕人完全沒有意識形態 我剛才要來 那家庭這麼說 我差不多要倒立 你要統一水災人 但是你跟我說 台灣要怎麼走 我們要怎麼拚 你英德林跟我說 你要求李共識我也支持你 你要台灣倒立我也支持你 但讓我們有飯店吃 我們要有飯店吃這樣而已 聽人家怎麼說啊 他就跟我說啊 他本來他跟我說 他說他在招大車嘛 招大車包括 創團 遊覽 他說 我們 我現在直接說 這個計程師議員 我們台灣補助 你說日本人來這裡出賣 韓國人來這裡出賣 你怎麼補助多少 補助 露行車 一個補助萬五 所以他們來一個人開代賣多少 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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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樣 流行車 10坦的人2萬3 他說得三大流行車 台灣三大流行車 一個人補助萬五 他來有消費嗎 他說韓國人怎麼有消費力 他來沒消費 所以我們在招 我們在招 我們在招 我們很清楚 他們要多少錢 我們也很清楚 所以在這個情形 人家說 歐鹹魚 雞三十米 就是這樣 你就明明要去出賣 就要出賣 你台書機去出賣 但是我為農民打招 譬如說 我來負責 潛順 大陸 我雖然 我主張 台灣主體醫生 我醫生形態 負科比不一樣 科比就兩岸一家庭 我不一樣 但是我因為是台北市農會 北農 所以我來負責 清純打合 萬一 這是要幫助台灣農民 你如果不簽合 你真的說 臨時到日後 採風修 水格風修 人家要跟你買也不付錢 會好也當不坐車 我要跟你買 頂端開始熱 你接火到來 起來不符合 但你平常 如果大家有說好一個協議 有一個協議書 意向書 緊急的時候 因為大陸市 一星期就兩千萬人 你覺得 他像我們北農 這種農産公司 他的物流的配損 比這些的福地價多大 那個農業多大 所以說這就是你 不願意放下的意識 你今天去做 堅持你的意識 現代堅持你的政治理念 我支持你 但是 你若是說 提倫利用科比 蓬大陸 這個官方的繁核 北農要跟 大陸的這大三次 上海到沉順 簽這個協議 沒有困難 你若是簽下去了 萬一你拿酒 如果大風修 說到半天 也不用放在那裡 也不用買這麼暖菜 還送回去拿酒給吃 一斤買一塊兩塊 所以這個時候 就真的你為農民做的 這叫政民有意義的事情 但今天沒有嘛 你今天就是 你整個母子這樣插水洗 然後你又帶隊出你吃 年輕人才會不會去盤 後來那些假暴歌就是這樣 你就明明出去就 孝孝拜拜 拜拜出去 你現在說我 要去科產 這是由於台灣 農業的發展 不要說年輕人 被老人就累 老人就累不累 我吃鹽 比你吃米多 你三八個現費 你跟我說 這樣合作要去科探 這沒人聽了 所以今天作成 他就是我們的 推法家嘛 這就是說有印 我給他這個 胡英寧拿來做有印 胡英寧是你們的吹票機啊 對啊就是做有印 所以放在 有文保文有受保障 沒受的連身體啊 對不對 你等一下放在連就好了 但是我們知道 民進黨不會讓國民黨吃這麼好 一定會處理嘛 你覺得這是國民黨真有的 真有的票 不是這個就是什麼 起碼 突然票就有兩種 一種是我回到對方嘛 一種我不要出來打 對 這是這樣嘛 小人的可能不要出來打 他這個出來發就是說 我以前的討論過 人家說 藝人家的規矽不甜嘛 藝人家的新娘不愛你 他過去的討論國民黨 你這次藝人要叫他出來 回到國民黨 不必要嘛 但是為什麼 給他去討論民進黨 要怎麼討論民進黨 要去討論民進黨 要去討論民進黨 你不一定這個時候 所以這變成 藝人家說 他回到我最好 但不可以回到我 你就不用出來討論 不要去討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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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什麼 你看像他們用這個 蔚萬八 變成蔚十二萬幾 沒有 十八萬幾 你看你怎麼回到 這就是很好的公國選團 不是我就要去主動 忙碌你看看 就是大家起盤 聽到五營靈的 大家年輕人就清煙了 你看水爪 我們就要放到這裡 有可能這次生意 要放他太過 這影響就很影響嗎 把飯來蓬燈機 不要拍 經濟經濟經濟 還在經濟 所以 讓年輕人覺得說 譬如說 有人看他比較便宜 沒有什麼內財 沒有什麼 不過他講一講 他跟科皮一樣 我一直在分析 年輕人為什麼去教科皮 我不一定教他 他什麼執政靈力什麼 對我來說不重要 但是我聽起來 他就八十歲比較少 不要說他不說八十歲 他八十歲比較少 比起你們這些政治人物 他比較不會說八十歲 年輕人覺得政治人物 你們都在騙 我給你們騙我 自作人家給你們騙 騙到現在 投票兩三百 你們還在騙 韓國盧德文 如果讓我們 跟科皮一樣 有一個率真 我真的率真 我就說 我有話在說 他講不到的時候 還會發失禮 五營靈 西安會去 頭到尾部發失禮 他今天做不到發失禮 幹法王 穿到了 如果說一十九歲 僅五萬 他出來 雖然無告嘛 但是第一個 必須他先募大家 他也沒發失禮 他如果說 我那個算法不行 我給年輕人倒數 今天他算不算 再加三百 但是他堅持不了 所以年輕人 年輕人跟老人一樣 什麼人不犯錯 大家都會犯錯 但是犯錯之後 要倒數 你看科皮 他如果出事 他會發失禮 他會倒數 這很多政治人物 要去學他這個優點 像我們如果不對 我們也是會倒數 對不對 所以你來跟我們碰到一下 我如果說 西安會去 不然會幫你拗一下 到最後我趁忙路 還給你們修理 跟平地人相 這我經過過的經驗 所以 剛才的事情 面對 給他發失禮 在進體質是英勇 識事務 是合結 來問一下文傑議員怎麼看 嗯 對啊 龍介兄說那個 賴清德說那個 五萬塊的事情 是說不對 沒有不對 主席處的資料是正確 這個事情應該這樣講 平均薪資就是平均薪資 算出來的數字就是這樣 譬如說 陳佩琪 他在我們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當醫生 他的薪水大概是30萬 對差不多 那我的薪水大概一個月12萬 因為你是4億元 那所以我跟陳佩琪的薪水 的平均數字就是21萬 就是這麼簡單 他拉高平均數 他拉高平均數 那是不是我要幹他呢 是不是我要這個幹給我 說 那我們的平均數字 為什麼是21萬呢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這個所謂的平均薪資 你是把這些 包括連柯文哲以前在台大 他是受僱者 他是受僱者 陳佩琪這些都算 都算是在平均薪資 受僱者平均薪資裡面 比較高的 沒有錯 所以他跟高的跟低的 一拉起來 一算起來 他就是這樣的數字 就是這樣的數字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他講的 是一個就是一個客觀的數據 那柯文哲今天跳出來說 說他講幹話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打這個點 因為不好意思 這個醫生都把這些數字拉高了 那是不是以後我們把 乾脆都把醫生這一層 全部把它在主機處在算的時候 乾脆全部都把它拉出來 把它踢掉好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講 就是說你把這些高薪水全部拿掉 那大家算出來 那可能就薪水就是 平均薪水大概三萬多 或四萬左右 但是那樣並不會讓大家覺得更舒服 並不會讓他覺得更快樂 所以我覺得去討論這些事情 是沒什麼意義 賴清德講了一個事實 講了一個事實 那如果你現在的很多很多年輕人 我知道他月薪兩萬多三萬多 他覺得很不爽 但是你要不爽 你不能夠對這個客觀數據不爽 你要對這個譬如說 你要對很多工作環境 或者什麼這些不爽才有意義 你不要對賴清德講這個平均數字 這個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的 那至於你說 吳英寧跟韓國瑜的比較 吳英寧的部分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再過54天要選舉投票了喔 吳英寧的歐洲考察行 立刻再度延燒 那文健議員剛剛要講 所以媒體其實追蹤比較了 吳英寧跟韓國瑜 兩個北農相關時期的這個業績 那剛剛講韓國瑜好巧不巧 打著打著變成高雄市長的參選人 打著打著顯然是 政治跟民調的這個反應 開始造成陳其邁眷寧的壓力 那你怎麼觀察這個政治效應 我覺得韓國瑜是有他的本事啦 當然就是說他的口才確實是好 然後這個頭腦確實是比較很敏捷 很敏捷 那所以同樣的他在 他在高雄本來就是劣勢 跟那個陳學勝在桃園市是劣勢是一樣 但是你看陳學勝就打不起來 因為陳學勝毫無娛樂性 韓國瑜有娛樂性 我上個禮拜在這邊講說 現在是娛樂政治當道 所以韓國瑜他有他的娛樂性 就像台南的林毅峰 他光靠這樣他就可以 贏過國民黨的高思伯 很難想像 就是說國民黨這麼一個大的政黨 他在台南居然他的民調會輸給 輸給一個crazy Friday 所以你現在就是說 就是說在這個時代網路時代 他的娛樂性是相當重要的 但是大家在比較吳一寧跟韓國瑜的時候 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 我不覺得韓國瑜他去考察有什麼錯 我也不覺得吳一寧去考察有什麼錯 不要跟我說考察 因為我對北農太了解了 因為北農裡面有很多名股的董事 監事 他們都是很大的盤商經銷商 還有很多是農會的 他們覺得說我是董事 大家這個一年辦一次去旅遊 有什麼不對啊 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所以對他們來講 北農 這是一個公司啊 這是一個公司 去年年年都這麼辦 年年等於是他們 等於算是董事福利了 你任何人做總經理都是要辦這個 我舉一下例 韓國瑜的你剛才講說是去2016年 這不是我講的 這從那個報紙追蹤整理 2016年是這樣 但是大家看一下 韓國瑜他從101年 103年都有了 美國紐西蘭 然後還有一個桂林 還有一個石原島 都有去嘛 都有去嘛 所以大家都不要說 其實我覺得 Winning也不要跟我說是考察 我都很清楚 他們大家就是董事旅遊 都是董事旅遊 就仇庸旅遊 不用說什麼仇庸 因為這些民股的董事 他是拿錢出來買股份的 他是出來拿錢出來買股份 他才變成董事的 所以對他們來講 你懂我意思嗎 他不是說他今天是政府指派的官員 然後他去他去旅遊 這樣這樣很有問題 但是這些民股的董事 他是拿錢出來買股份 所以他變成董事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認為這個是董事專屬的福利 就跟員工旅遊 就跟尾牙一樣是個福利 沒有錯啦 但是你說這樣對不對 北農他現在確實不是我們 中華民國的國營事業 他確實不是 就像我們在台北 我們台北市政府在富邦 也有17% 那17%那富邦的董監事 每年也去旅遊啊 那我們管得到嗎 我們管不到 我們管不到 所以我覺得510 不管是510或是韓國瑜 那是你們北農自己的事情 我們之前之所以看 黑韓國瑜說你為什麼中秋節發那麼多獎金 中秋節發8萬塊 他一年 他韓國瑜在的時候 一年給我發掉八九千萬 而且是在還沒有做年終結算之前 您管你知道任何一間公司它是這樣 我年終結算完之後 有多少盈餘 然後我分配鼓勵 分配給這個員工當做獎金等等 沒有 韓國瑜在的時候是 在董監事還沒有把這個年終結算做一個總結之前 他當總經理就說好我今年要發多少 就發掉了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作為二十幾趴的這個大股東 我們的股力是有損失的 是被你韓國瑜發掉 然後我們台北市政府還有補助 所以為什麼韓國瑜之後 吳英寧上台之後 中秋節獎金不發了 是因為我要求的 是因為我那個時候在質疑說 北農這樣對嗎 所以後來就沒有了 後來就沒有了 所以董事的旅遊跟發年終獎 發中秋獎金 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但是我必須要講 吳英寧今天 那吳英寧衍生出來的政治效應 吳英寧的問題現在不是北農的問題 是政治問題 我覺得這個事情真的是 有我覺得最根本的啦 韓國瑜他在當北農總經理之前 他在當什麼 他在當中和市的副市長 中和市副市長薪水是多少 七萬多塊 他為什麼他 那很多人說吳英寧你在西州相當 這個秘書 你跳到北農薪水爆增 韓國瑜的薪水也是爆增 那為什麼沒有人講韓國瑜 韓國瑜他七萬多塊 變成十八萬 也是變月薪十八萬 這個我覺得問題 根本不在於說韓國瑜 是韓國瑜還是吳英寧 問題根本是在於說 因為柯文哲討厭吳英寧嘛 就是這樣嘛 所以 等等韓國瑜不是被你們打下來了嗎 韓國瑜不是被我們打下來了 我是說在北農的位置上 韓國瑜是這樣 柯文哲那個時候想要跟韓國瑜結盟 然後柯文哲甚至 許諾韓國瑜要他當副市長 但是韓國瑜他從頭到尾 他就沒有辦法在北農繼續待下去 為什麼 為什麼因為股權結構改變啊 因為民進黨掌握農委會嘛 韓國瑜之所以可以當北農總經理 是因為國民黨當農委會 郝龍斌當市長 對 所以跟他兩個結合起來 所以他當總經理 所以2016年小英當家 政黨輪替 農委會換人當家之後 其實韓國瑜這個位置 他就不可能當了 他就不可能當了嘛 但是柯文哲那個時候很喜歡韓國瑜啊 他覺得韓國瑜很厲害啊 所以當初是柯文哲想要挺韓國瑜嗎 當初是柯文哲想要讓韓國瑜 從北農總經理他把他變成副市長 結果後來因為種種因素沒有嘛 但是問題 撇開韓國瑜不談 就講Winning 簡單講就是 等等喔 那韓國瑜的政治知名度 會增加 就是當年他在北農總經理 跟你們議會大戰嗎 主要是因為他跟王世堅大戰 而且王世堅在網路上 跟他大戰的影片 我看那個觀看幾百萬 對對對 那個是幾百萬喔 所以那個那一場大戰的影片 知名度爆高嗎 對沒有錯 那一場 而且那一場 韓國瑜表現得非常好 我客觀講 好那我問你喔 那你回頭來講 這一路歷程 會不會民進黨打壓的政治人物 都越打政治聲勢越高 不是要看 民進黨不是什麼打壓不打壓 不是打壓 我是說對打啦 民進黨對打的政治人物 會不會沒有死的 都被你們把政治聲勢打高 這個是要看你自己的本事嗎 對有些人就會被打垮 比如說王盧璇 對啊沒有錯啊 對不對 如果當初韓國瑜是王盧璇 那個位置的話 搞不好可以讓他變出一條深路 也不知道 他搞不好可以把這個買賣軍宅 這個事情講的天花亂碎 讓大家覺得說 這是對的喔 可以去買賣軍宅是好事喔 所以這個還是打仗的戰鬥力的問題 沒有錯啦 所以我從頭到尾沒有否認說 韓國瑜的戰鬥力很強 但是我認為說 大家現在對吳一寧這樣是不公平的嘛 對他這樣講是不公平的嘛 因為所有的這種 北農董監事的旅遊 傳統就是這樣啦 你今天如果你做北農總經理 你不辦這些董事要找你麻煩的啦 好阿宰有意見 沒有我覺得民進黨現在最大的問題啊 就四個字啦 叫做雙重標準 雙重標準是什麼意思 窮到發慌 不是200萬點閱率嗎 你知道現在有一票民進黨決心出來講 這些人真太不值檢討了 怎麼可以窮要怪政府呢 你自己不夠努力啊 簡直混蛋 但我個人記憶力 稍稍比一般政策好一點 我很記得馬英九當政的時候 民進黨那時候是罵馬英九啊 那個時候鼓勵大家決心去罵馬英九 說我窮我賺不到 都是國民黨政府沒有做好 結果呢 改朝換代之後 忽然之間你的標準換了 我這樣講啊 韓國瑜在任的時候 我們直接講北農算不算是民營公司 勉強也算嘛 照吳英寧現在這樣的標準 但是大家很認真的檢討他 我也不反對 沒有問題 去打那個死光頭髮 打死都好 昨天晚上PTT發生什麼事情 PTT發生有人買了一個帳號 跑來講說你不知道的韓國瑜 因為他以前是個黑道 這種事我們看多了 那帳號誰買的哪裡買的 難道是我買的嗎 難道是韓國瑜自己買嗎 我們不追究 但問題是 吳英寧現在的狀況 根本就是噴票機 為什麼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再過54天要選舉投票了 那這場選戰 今天早上最新的民調兩份 一份是台中的民調 果然是PK這一個非常膠著的民調 另外一份是台北市的民調 康哲仍然相對領先 可是阿宅 你說吳英寧的政治效應 會變成超級噴票機 為什麼 我覺得講得很簡單 我們看一個人到底代表什麼 就是看他以前的表現 農政以前說是站在農民那邊 站在農民那邊對抗大財團 你去打聽一下現在的農民 今年的菜價好不好 我告訴你農民的菜價不好 那即使颱風來了也不好 因為北農把那個拍賣價壓下來 那結果是誰好 是盤商好 盤商爽盤商每一個都說 吳英寧做得好棒棒 你有沒有想過吳英寧自己到了46歲的時候 會成長為一個自己在25歲 完全瞧不起跟財團結盟 變成政治勢力爪牙 而且絲毫不受輿論公平的那個壞人 他自己大概從來沒想過 而他是不是壞人 我講白了 我以前都說他不是壞人 但現在你看他做出來的行為 每一件事情都導致很嚴重的後果 你原先說是支持農民 但現在農民賺不到錢 你原先跟我講說要來改革 講白了 韓國瑜我實在不想幫他講話 他的政見真的是千瘡百孔 但你需要買一個帳號 刻意抹黑他嗎 你需要出來講說 他以前在任內的時候啊 沒有經過董事會同意 就把八千萬發出去 我跟你講現在看一看 我覺得他好厲害喔 他真的在照顧農民跟拍賣員 農民跟拍賣員 拍賣員在這一段時間 在他任內拿到了八萬塊 你咧 你這麼一個好棒棒 超純潔林富平的吳英寧女生 給五千塊 五千塊是多少 講白了 你給的是十六分之一的錢 然後你告訴我 他經營績效棒 經營績效棒 為什麼會比去年 多虧了一千多萬 而且到現在 不敢給我看完整的財報 如果你今天 民進黨在韓國瑜任內的時候 說他讓這些人 他裡面部分的眷屬 沒有付錢就去玩 那為什麼會 只准英寧由歐洲 不准國瑜去十元 你用同樣的標準嘛 你給我同樣的檢驗 因為韓國瑜帶他太太去 他太太的錢也是北農 好好好沒問題 真該死的我同意 那吳英寧裡面 我告訴你 那個團裡面 有沒有農政的人 如果有農政的人 你是不是要同樣的標準去批評 我告訴你有農政的人啊 有農政跟北農毫無相關的 各位去看你們的好友臉書 他直接點出來 這個人既不是北農的工作人員 也沒有跟所謂的農產運銷冷鏈有關 你不請伴侶 你請農政的人 你跟我說這很公平耶 很讚耶 很好耶 那請問這是不是雙重標準 我真期待看到民進黨現在減輸培啊 王世堅等一干人等 你給我拿同樣的標準去檢驗 我還要講 你的意思是說韓國瑜帶老婆去 但是吳英寧帶農政的人去 是韓國瑜 然後無論如何這個都不是屬於 北農的正式員工 跟正式董事 對而且還要講 你說吳英寧發那個錢 他有沒有資助西州的黑泥劑 黑泥劑有沒有跟農業有關 沒有跟農業有關 然後你告訴我說 因為吳英寧農政好棒棒 我明天要支持他 我還告訴你他送那個殘菜 到今年八月唐鳳去西州吃的時候 老人還在吃 你一個菜乾送給人家 送了吃了五個月六個月還在吃 你告訴我這好棒棒 這做的好是公益 我沒辦法理解 跟我沒辦法接受的是 我跟你講你去問高雄嗎 你去問雲林嗎 你去問彰化 有很多青農被呼嚨回去種菜 結果他菜賣不好 陳吉仲現在在哪裡 陳吉仲當年用的是菜價今年的變異係數低 但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我北農壓住了那個菜價的評議 但我管不了盤商怎麼賣 所以農民賣進來跟北農賣出去 菜價沒有波動 但盤商可不賣貴可以啊 你去問那些主婦啊 你絕情不要再給我在那邊睡 你去問那些家庭主婦 在菜市場買的菜價有沒有波動 有 可是他用操縱拍賣市場的拍賣價 去把那個菜價係數變異降低了 然後你告訴我這數據好棒棒 那沒關係啊 我直接問一件事情 請問陳吉仲現在人在哪裡 你跟我保證吳怡寧是一個好人 是一個好棒棒的人 結果現在他也去歐洲玩 你跟我講說他要改革 你跟我講說他表現好 通通都沒有 我講直接一點啊 農民現在覺得你北農就是 橫針爆煉四個字 你把我的利潤壓到低 你把盤商賺到保 然後盤商要完你還不敢反對 請問以前打菜蟲是誰打的 是不是民進黨打是嗎 我也支持啊我也同意啊 但最後講我覺得民進黨 現在要考慮的是雙重標準 是你們把你的敵人 推到了道德跟正義的高點 韓國瑜為什麼現在被很多人追捧 就是因為他在民進黨對地面 那你自己養出來的敵人 你自己要熟 好 林俊怎麼觀察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面對到 這個吳怡寧的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跟很多一些基層 比較支持民進黨的朋友 他們其實一聽到吳怡寧就討厭 我講為什麼討厭 因為很簡單 他也不認識吳怡寧 覺得為什麼民進黨 要為了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全黨要去幫他背書 然後被人家罵得要死 然後連反駁的能力都沒有 你的意思是說到今天為止 吳怡寧不是DPP的黨員 他跟民進黨哪一個人接觸過 但是他是農政的人 但是民進黨的成員 很有可能在這場選戰當中流血 比如說剛剛文傑兄提的 因為我沒有資料 我相信文傑兄會講 應該是有資料 比如說韓國瑜 他真的帶了老婆去 還用公帑 因為這一次看起來 有一些人被質疑了 然後我聽到有民進黨的議員 是講說他們是自費 如果文傑兄剛剛講那個違真 那問題是 吳怡寧也當了一年的總經理 他代表的是韓國瑜 已經下總經理一年了 那他過去你剛剛秀的這個資料 說他從101年103年 那麼多年下來 你們都知道他是用這個方式帶了 你們也沒意見 今天因為吳怡寧被罵了 好你們就突然跳出來講說 你看吧韓國瑜更糟 韓國瑜還拿那個錢帶老婆去 以前沒有罵 是因為那個就是北農董監事的慣例 所以我們以前沒有去罵這個事情 因為那些董監事 其實很多民股他是花錢去當董事 他不是官派 我完全認同剛剛這個議員的這個講法 那你就不要拿這個事情出來說嘴 因為你都已經講說 人家就是花錢了 然後就是怎麼樣 你們也都打心裡面認同說 OK那其實沒什麼 結果現在吳怡寧被罵之後 你就翻其他人出來講說 你看你看他是這樣 然後你再來講說 我們以前不罵 是因為覺得也OK 那這就是剛剛阿宅講的 叫做雙重標準 所以我剛剛講說 有很多民進黨基層 他其實覺得說 他一輩子那麼熱衷挺民進黨 那一輩子覺得說 好我就是怎樣 你知道這個情況 其實不是只有吳怡寧有 包含民進黨那些大佬那些老的那一批 他們也覺得說 現在的民進黨 其實是收割他們以前的成果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一直會擔心講說 如果政權丟掉 不是小英能不能當總統的問題 他們是擔心優勢講說 民進黨如果政權 因為這些事情而被丟掉 他會覺得 那我這幾十年來 我到底在幹嘛 我就回頭講 如果以陳吉仲跟吳怡寧來講 都是農政的人 都是社運人士 那就等於小英重用社運人士 我這樣來解讀可能比較 這一個精確一點 小英重用社運人士 而社運人士的一切成敗 民進黨所有成員要扛 可是這兩個角色 事實上都不是民進黨黨員 邏輯上是這樣 可是選戰要付出代價的是 所有民進黨黨員的政治生命 跟政治事業跟政治資產 那就是鬆到農政 鬆到民進黨 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 你點頭 不是 因為我們講得更白 就是如果這個位置 他真的不適任 不適任就把他換掉 為什麼一定要這個人在 我覺得我現在很多民進黨朋友 他是這樣說 為什麼不能換他 應該是這樣講 他被罵了很多 但是我從頭到尾 沒有覺得他有什麼不適任 包括我們要他做的改革 我們在韓國瑜時代 罵韓國瑜那些事情 他都做 他都改掉了 他都改掉了 所以你贊成 你讓我為你很勝任 不是我沒有看到他有什麼 不適任的地方 所以我回來講 就是說其實我完全可以理解 民進黨在這整件事情 其實也很多人是錯愕 為什麼講難聽一點 北農總經理開什麼玩笑 如果就政治醜用的狀態來講 北農總經理是那個 農從下往下 那是沙巴中的沙巴 從以前也沒有人想過說 那個北農總經理這件事情 可以影響大局 可以搞到可以炒這麼久 而且弄到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外界對於吳一寧的觀感 某種程度 我認為吳一寧一定覺得很歐 台北市政府下轄四個公司 你告訴我說 你今天大家都去打農產運銷 來要不要打一下漁產 你要不要看一下花卉 他們有沒有這樣排 民黨不敢講 你今天就算要護吳一寧 你也不敢講說 我們其他公司也都這樣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這樣玩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剛剛就講了 如果你今天在認為 吳一寧的這件事情上 你覺得他沒有適不適任的問題 回到你的基層就是這樣 他既然沒有適任跟不適任 那我們為什麼要每天 為了他流血 我們為什麼要每天 在這件事情上 被人家消耗掉 然後認為民進黨 就是一個完完全全 籌庸的一個狀態 對他們來講 其實他們很簡單 他們的想法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接下來晚間六點整 歡迎大家準時鎖定 年代麻吉台健康好生活 也歡迎大家在YouTube上面 訂閱年代向前看的獨立影片 我們獨立成功了 那同一時間最近的影片 會上傳年代新聞 跟年代向前看兩個頻道 不過未來只會傳 年代向前看的頻道 所以大家一定要按訂閱喔 好 掰掰